那您关注家长最担心的事情 校园霸凌事件再度发生 这是在台北市一所小学 曾经代表台湾出国比赛的竞技小国手 长期对特定同学用肢体言语霸凌对方 甚至更进一步了 拿了剪刀铁齿出言恐吓 平民校方没有在第一时间通报家长 这是错的 同时也拒绝家长 让霸凌者跟受害者 有合理的隔离措施的建议 那么经过调查确认之后 还表扬了霸凌者 居然现在变成了模范神 家长讲到哽咽落泪 毕竟孩子出门上学 还阵阵长长长 却跛着脚回家 嘉海芳是代表学校出赛的竞技小国手 还当上模范神 我们的孩子到今天 即使听到模范神的名字 都会感到恐惧跟害怕 家长认为更离谱的是 霸凌行为长达近一年 嘉海学生攻击受害者的 头部 手部 背部 连打石膏的脚都不放过 还拿力气 坐实威胁 而且受害者不止一人 自己的孩子也被这位同学 打了两年 但学校一度却只告诉我 证据不足 霸凌不成立 家长希望校方将霸凌者 与受害者合理隔绝 但校方置之不理 当加害同学用不堪入目 字眼侮辱 学校霸凌调查小组 还要受害同学把羞辱文字 字字句句读出来 形同零迟 而且调查报告出入后 加害者还以模范生身份 接受校方表扬 霸凌别人的人 可以变成模范生吗 议员控诉校方失能为了国手比赛得名的校域 让霸凌者当模范生 要求体育局相关赛事有霸凌记录者应予以竞赛 否则撤除补助 关于学校的部分 校长跟导师行政团队 是不是之前就知道这件事 然后没有通报 我们会来进行一个行政调查 新北国三生校园攻击案发生后 教育局研议加装斑斑求救灵 试图补破网 但校方如果抱持家丑不外扬 心态装再多灵都只是亡羊补牢